受害者權益 誰來捍衛 數次大火 何時停止 控訴這個彰化縣政府 作為建物公安的夜館單位 卻未善盡監督的責任 希望縣政府 可以嚴查火災事故的原因 釐清事件的真相 呼籲政府 還會受害者跟家屬 一個交代 受隔離人 其實是配合 政府的防疫政策 而自由受到限制 防禦旅館 其實是受政府的指示 來執行 這個管制 隔離居住的人 本身這就是一種行政行為 那在這種行政行為裡面 已經侵害到人民的 生命權 身體權的時候 政府單位 是要負責任何 那目前那個 縣府有針對家屬 付費有做哪些事情 沒有 完全都沒有 如果縣府已經完成了 釋出很大的善意 把 家屬的商品都撫平了 家屬不用來這裡 成立自救會 市民集團 家屬的病弱 吃 肚子